恐怖 毛小孩死而附身 被關冰櫃冷到屁屁床 毛小孩死而附身 我的媽媽咪啊 这还真的发生了 活狗冰在冰箍里面是四季 有正能有照片 高雄一名黄姓男子 因为心爱的毛小孩过世 他到燕巢收容所里遗体时 打开冰櫃 里头居然有只黄色米克斯 是活的 还冷到屁屁床 简直是吓死人了 他赶紧把狗救出来 但不幸的是 葛天这只毛小孩还是不治 那是谁把这只狗 放在冰箍里面 狗送回收容所的时候 收容所的受益是没有去看吗 这么离谱的书师 洞保处表示 这只狗二日因病过世 但为何会死而复生 他们也不清楚 高雄市洞保处 把全部的责任 都推到动物医院去 那请你公开动物医院 是哪家动物医院 判定这只狗已经死掉了 由于监视器画面被覆盖 无法调查是谁将狗关在冰库 对此 动保处只表示 日后会加强流程管理 动物新闻综合报导